希望不要让局势进一步升级 希望中日双方都能依照之前的共识 另外就是我们看到日本方面的对应 下一步会怎么做这是我们关心的 日本应该不会马上发布海上警备命令 只有当中国军舰出现在钓鱼岛12海里的时候 我相信日方才会探讨这样的问题 所以依然是有海上保安厅 目前海上保安厅应对钓鱼岛的专门部队 是有12艘巡逻船 但是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目前海上保安厅因为这样的数量并不够 所以正在从日本全国调配巡逻艇 紧急看往钓鱼岛方向 所以日方命令在加紧应对我们在关注 是它进一步的进展 好的 非常谢谢李淼带来最新一点的报道 刚新中我们要看到从上周末到本周一 中国相继有多艘的公务船进入到了钓鱼岛海域 那日本也是多次提出了抗议 那对此中方则是明确指出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国对上属岛屿及其附近的海域 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呼吁日方要冷静 近日进入钓鱼岛24海里水域的中国公务船 数量有增无减 5号 日本海上保安厅称 当天下午有6艘中国渔船 及2艘中国海警船 相继进入钓鱼岛12海里 对此 日本外务省紧急召见 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表示抗议 而程永华则阐述了中方的一贯立场 6号 日本外务省声称有6艘中国海警船 以及大约230艘中国渔船 进入钓鱼岛的皮帘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当天表示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同时 中方正在采取措施 妥善管控有关海域的事态 到了7号 中国国家海洋局网站消息 中国海警船编队在中国钓鱼岛领海巡航 参与钓鱼岛巡航的包括海警2166和33115舰船 日方则指当天傍晚 再有4艘中国公务船进入相关水域 8号早晨 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 有15艘中国公务船在钓鱼岛24海里内航行 这是迄今为止 中国公务船出现最多的一次 不过 中国外交部近日也再次指出 中国对钓鱼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呼吁日方冷静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进一步分析 我们请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为我们做点评 郑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王峰 就中国多艘公务船进入到钓鱼岛领海 以及我们看到日方的反应 您对此怎么来看 王峰 我们看到数日以来 中国有大批的渔船和公务船 在钓鱼岛周边的海域 进行正常的海上捕鱼作业 或者是执行公务 但是此举引来了日本方面的一个 应该说十分不安的一种反弹 而且多次的召见中国驻日本的大使 提出所谓的一个抗议 那么就是我想谈三个观点 第一点就是中国的渔船也好 或者是公务船也好 是在中国的钓鱼岛领海附近 进行正常的一个活动 对此日本方面是无权说三道四的 日本方面应该闭嘴 第二点就是无论日方怎么样的一个抗议 那么中国的渔船也好 公务船也好 未来在有关的海域进行正常的活动 不会减弱 也不会减少 那么只要是按照国际法 按照相关的一个法律 那么中国是有权在属于自己的领海 和附近的海域进行正常的一个活动的 任何其他方是无权进行干涉 那么第三点就是对此 日本方面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慢慢的适应 中国的这种常态化的执行公务 那么同时日本方面应该考虑 如果说日本方面 希望中日关系能够改善 因为我们也知道 其实日本方面不断在推动 在下个月 那么在G20分会的时候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能够和中国的国家首相党党 进行所谓的一个会晤 那么如果说日本方面 想要达到此一目的 同时要缓和当前的 中日的紧张关系的话 其实它能够做的 就是一方面要控制 局势不能够紧张的一个升级 同时日本方面 自己首先要约束好自己 不要干预中国 在钓鱼岛附近的领海 进行正常的一个合法的活动 所以我觉得这三点 那么日本方面应该慎重的考虑 王峰 谢谢郑先生的分析 再来关心中非局势 菲律宾前总统拉穆斯 以总统特赦 纷纷访华 在昨天晚间 已经抵达了香港国际机场 而拉穆斯在星期二的早晨 举行了记者会 他表示说 他是带着善意而来 此行目的 并不是要进行正式谈判 我们在这些新的旧 我们在这些旧 我们在这些旧 我们不联系 任何谈判 或 公司 执行与 我 这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